欢迎回到怪谈游戏 李和轩你朋友燕老八现在被困在怪谈场景 五人寝室请帮他生存 那个啥 现在我管他叫巴哥哥呀还是巴妹啊 巴巴霍利塔姆和燕老八回到了寝室 此时井上难产 早已提前回到寝室并上床休息了 两人各自回到床铺 塔姆亲切的对燕老八说了一声晚安 此时寝室时间是半夜11点40分 最后四条规则降临 说吧 规则7 12点之后 如果有摄友跟你说话 不要睁眼 不要理会 规则8 你无法抗衡他 只能选择屈服 规则9 人类的五官排列在寝室内并不重要 别让他影响到你的判断 规则10 如果宿舍进来一只猫 他会跳到无主之人的身边 无法抗衡他 这个规则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呢 还有这个无主子 言之什么意思呢 由于燕老八的穿越者身份 激发了以下两个专属附加规则 附加规则1 你可以绝对信任巴巴霍利塔姆 附加规则2 宿舍内三个摄友 已经暴露在了他的事业当中 但最终只会有一个倒霉蛋 请确保那不会是你 就这俩就已经冲突了呀 绝对信任塔姆 那不管塔姆四敌四友 老八都已经进入暴露的那一波了 哎呀 看来想要安稳的睡觉度过 是不可能了 没事 放马过来吧 老八啊 听我指挥 今天你指定能活 我说的 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2点整 宿舍内一片寂静 金字大响起了轻微的憨声 阎老八却怎么都睡不着 此时巴巴霍利塔姆的声音 突然出现在床边 他轻声对阎老八说 他觉得这间屋子不对劲 想叫阎老八出去一趟 别勒一趟 别动 可是阎老八觉得 附加规则让他绝对信任塔姆 那你能确定这个声音 一定是塔姆吗 而且就算他真是塔姆 信任不代表他一定对呀 只要你不动 他大概率是不会出去的 否则他也不会喊你了 所以不管咋回事 这个时候先遵循咱们规则起 不睁眼不理会 阎老八假装没听见 可一只手推了推他的后背 尖叫不醒便缓缓地抽离了 宿舍再次回到了宁静 可窗户不知何时被打开 一只黑猫进入了寝室 他轻巧地越过阎老八的床铺 来到了金字大的床上 舒服地握在被窝里 金字大 猫会落在五祖之银的旁边 五祖之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此时的景田难产 有些不耐烦地冲眼老八喊道 有点冷麻烦关上窗户 眼老八并不打算理睬对方 不行 这个你得去 这个窗户必须得拟关 眼老八说可是规则七 并不允许理会摄影 是这样啊 这个屋子里已经有三个银已经暴露了 从附加规则可以看出来啊 塔姆是那个唯一没有暴露的 那么你和景田就属于一回事 如果塔姆是色友的话 那你跟景田还有金字大 就已经不算色友了 你们现在算队友 眼老八战战兢兢的起床 昏黄的月光下 可以看到景田难产的五官 排列似乎有些奇怪 停吧 如果他的五官出现问题 那么按照规则九 可能不是他的问题 可能是你出现幻觉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无法确定 窗户的位置冒难过去 有可能直接从窗户掉一些 你喊你那个亲爱的塔姆 让塔去 眼老八喊塔姆去关窗户 塔姆照做了 屋内的气温逐渐正常了 不对 好像气温越来越高了 尤其是眼老八所在的上铺 气温在不断升高 上铺 我明白了 快站起来快 眼老八惊慌失措的站了起来 他的脑袋很快顶到了屋顶 却在屋顶发现了一张脸 这张脸瞬间进入了他的身体 不好意思了吧 这个规则我早已经看明白了 无数字眼的确是金字大 因为只有他没有离开过寝室 你跟塔姆还有景田 都离开过寝室 虽然你们在镜子下方移动 但我疏忽了 你们迎言暴露在了他的镜子里 因为他就在天花板上 这个寝室只有一个炎能活下来 而他活下来的唯一途径 产照规则八 只有被他奴役 我说今天必须让你活下来 所以我必须保证这个炎是你啊 连线炎老八 哈哈哈哈 哦哦哦哦 呀 那去腰了